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哈哈哈 你滑了哎兄弟 说什么 加油说什么 先放狠话吧随便说什么 只要把对方给震住就好了 来 来 加油 哇哎呀 有一句加油 哇他这个对你是藐视 你知道吗 这根本不给你放很快 加油 加油加油 飞东吼他 我觉得 这不算个游戏吧 咱俩就就吃着呗 哦哦 不算个游戏 哇 你们这个真的 加油的加油 不算游戏的不算游戏 那到底哪一组最后能够挑战成功呢 来三二一开始 哇这边已经有人 你看他们边吃就有边排出来了 这个就出来 我们那我们还得吃呀 朝天椒是那个 不敢吃 多吃点啊 好像差不多 吃朝天椒吗 你吃吃吃吃 这都辣 我就是要辣一下 这个是水乳 青椒 这个是这个 青椒 他有个青椒 这就不知道 反正差不多了 天椒会突出这个吗 哎我闻了就辣了 我闻了就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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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到了家里的味道了 我们先看这边好了 我们先来看一下他们的这个有没有选对 第一个现椒是这个吗 错的 这个青天椒对而错 那这两个 错错两了好不好 朝天椒对而错 错 没有啊 浩椒对而错 怎么不可能对了 错四个了好不好 好了好了好了 好了好了 我们来看一下这边的好不好 这边已经错了四个了嘛 大的那种灯笼 我们来看这边的 第一个这边朝天椒对还是错 OK 这个是对的 OK 好了好了 给我们看 青尖椒对还是错 啊 错 我们来看一下泡椒这个对还是错 错 最后一个现椒对还是错 我是不是说青椒 所以说 最后赢得胜利的就是 这边 耶 玩家的一 好漂亮 漂亮 你们还记不记得 我前面有说过 输的那一组要接受惩罚的 失败的那一组要获得惩罚 获得惩罚 对 你给干了 你们知道 还辣了 我们这个 惩罚呀 其实很简单 这边呢只有一个颜色是不一样 就是红色对不对 既然 咱们这个游戏叫做 红红火火 我们当时想吃红色的辣椒了 咱们既然要体现出这个兄弟情 但红色有点多 咱们四个吃一根好不好 好 好 OK 接下来就是惩罚的时刻 前面 明豪先吃吧 前面不辣 哈哈 我们对了那个 早点叫 很平均 给我们可能就 嗯 谢谢主持人给我们 谢谢红红火火 哇 谢谢 他们好厉害哦 哎 明豪你还ok吧 一一瓶水已经吹完了 我吃我吃不了什么辣 明豪是最不吃辣的 他已经流汗了 他感觉他这边已经全部都在流汗了 但实际上你们可以看得出 他为了这个团队 这种兄弟情 依旧还是把它吃下去了 真的非常的不错 恭喜你们 也希望你们未来可以红红火火 来我们就接着继续来聊 聊一下话题 走新的话题好不好 其实一直都在说聊到大厂里面的事情 那现在其实比赛就已经结束了 那如果说真正的有一个时光机 可以让你再回到大厂的话 你最想回到的是哪一刻 我有可以接着说 好让我有一刻很想就是 当时那一刻我进去之后 我马上就想能不能回到十秒钟 哪怕是十秒钟之前都好 你早就想过这个问题了 早一直在我心里面就是 哇一念之差一念之差 什么时候 那个时候不是分那个舞台吗 舞蹈还有rap 还有那个vocal 我当时本来想选artist 我选了tend up不会 哇当时真的我踏进去之后 我说能不能能不能 就回到十秒钟之前 哇对就印象很深刻 你能够回去的是是完成你的悔恨吗 就是也因为artist 那首歌真的太完美了 我觉得那个舞台 就如果能在那个舞台上参与到那个舞台 就哇无憾了真的无憾了 哇啊算是一个小目标 对啊回去完成一个自己的心愿 对对对对对吧 对对那队长呢 主题去AA的那个镜头的那里 嗯就当时就打开突然脑子脑子一片空白 然后就想回去我再把那个镜头盖给打开再跳一次 廉杰呢 我是第一天平级 可能当时不太成熟 就特别想回到那天 就能表现的不一样 所以你最想回到哪一刻 我最想回到真的是就是我们最后一个跟PT合作的那舞台 mask如果回去的话真想回到那一刻 然后就拼命的把那些我跳错的地方练好 然后就是呈现一个最完美的舞台 嗯希望把一个最完美的自己再一次呈现在大家面前 那这边你们 还过来了没 还过来了 还是不谁先开始啊 谁用非同 我先吧我觉得 我想回到一开始选一百个人进偶像练习生的那个时候 就第一次见导演的时候 因为他说我第一次面试看不出你眼神里边有多想要这个东西 第二次还是看不出第三次还是看不出 所以最后你第三次去的时候 我第一次去的时候我打开门我就直接唱歌 就推开那个门我就 我就开始在拍广告 对啊 推开门然后导演好 然后我说我想唱唱歌 然后我就直接来了 哇那最后就是已经很有魄力了感觉 你自信就是就是放手一搏那种状 对啊因为觉得那一次如果真的进不去的话那可能 当经纪人 哈哈哈 就只能去做一个黑心的经纪人了 对就觉得放手一搏吧最后一次 结果 就还真搏上了 对对对对对对 一龙呢我就想回到我们 那个首秀舞台的时候 回到那个时候的话 就再更加的练习更加的练习把我们那个舞台给呈现出来 然后展示给所有人 嗯 元哥 从头吧 就从刚进去的时候 我觉得刚开始那个 第一天还是从面试的时候就开始 啊不我面试后边就是进到节目录 正式开始录的 对正式开始录的 我觉得状态没有调整很好 您好呢 嗯我会想回到就是我们第一次选100个位置的时候 你现在会想到哪 嗯反正除了那个角落就可以 因为因为我们的是风口 就是太冷了 不会一直吹吹着我们 太冷了 很冷 哦 哈哈哈哈 虽然说呢现在这个比赛已经结束了 当然也是没有这个后悔要 也不可能会有个时光机能够让你回去 但是我相信通过了这一段之后呢 大家对于以后的一些机会 你在拿到手上的时候就会更加的努力 也会更加的珍惜 毕竟吧未来都是你们年轻人的 那其实像刚才他们都说到这个偶像 他是要不断地学习 不断地进步的 就像今天早上我来对台本的时候 我就感觉我退步着感觉 他们说偶恋里面非常流行的 叫做什么土味情话 我就感觉我这辈子做不了idol了 那接下来这个环节呢 我们就要进行这个土味情话的battle 如果要进行这个土味情话 所以我们就会变得到 这个问题